今天受到了颱风未来环流 还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 带来的强降与影响 其实已经重创了台湾的北部 在宜兰县地区首当其冲 台七线86.5K处 发生了大规模的边波崩塌 阻断了交通 现在包含了游览车 还有自小客车88辆 总共有254个人受困 另外在知名的景点 明池山庄 七兰山庄 因为山坡摊坊阻断了旅客 员工受困 不过还好目前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好至于在台北市的晴天岗 光是这两天的累积 与两斤飙迫了900毫米 阳津公路还有新北市的 细致伯爵山庄旁 在昨天也先后发生了土石流 新北市政府呢 紧急撤离山庄内有130名的住户 所幸也是无人伤亡的 这回的台风为台湾带来强降雨 基隆的暖暖地区 周日下午发生了土石崩落 有民宅就遭到土石流冲进屋内 整个家里全部都是黄色泥土 磅礡雨水变成泳泉 不断从围墙旁喷出 民宅前土黄色泥流滚滚而出 画面看了让人捏把冷汗 受到泥沙台风影响 被台湾地区连日大雨 周日下午开始 基隆暖暖也传出土石崩落的灾情 强大风落声让附近居民都吓了好大一跳 有民宅遭到土石流冲进客厅 整个家里都是黄色泥土 实在让居民苦不堪言 镜头一转来到路边 全是土黄色泥流积水 更有树间民宅靠在山壁的旁边 来到住家后面一看 更是整片泥土伴随边坡崩落 目前基隆暖暖受到土石崩落影响的居民 都已经紧急撤离 约10户20人左右 到附近的黎明活动中心 大雨治灾 四处都留下台风肆虐痕迹 记者张佑茨范雅桥综合报道 这回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台湾 但是挟带着超大的好雨 也造成了很多的灾情 在台北市的松山区基隆河 河岸旁边的彩虹桥爱情广场 因为基隆河的水位暴涨 好 原本呢 这边有个地标 叫做love 都已经快被淹到消失了 让当地民众看到之后 也直呼 真的是太惊人了吧 好 另外呢 在宜兰罗东的圣母医院 有四名的医护人员 上午到了大同乡的南山部落 进行山地巡回医疗 没有想到回程途中 行进了台七线85公里左右 遇上是摊坊 导致前后道路都中断 在现场也有游览车受困 好 由于整个土石不断地崩落 甚至有整片山壁垮下来 吓坏了受困的医疗团队 还有民众 再加上于事不断 救灾人员也只能够紧急派员赶赴现场 希望能够抢时间把人给救出来 好恐怖啊 太扯了 整片山头中间被掏出一个大洞 大批落石滚落 尘土飞扬 大山崩 吓坏目击民众 怎么有车子这个飞 怎么这样 很像有车子掩埋 哎哟 好想哭哦 摊坊下方还有车辆经过 民众赶快通报警消希望人员平安 目前水势越来越大了 流往路边冲刷 泥沙伴着水流滚滚狂泻 行经探访路段的民众躲过山崩 简直跟死神插肩而过 拍下前方道路整个被土石流埋没 后方道路也被冲毁 这是后方的土石流 所以我们的安全距离只有50公尺 清台泥沙伴随东北季风 北台湾降下致灾性雨势 宜兰台七线86公里处道路山崩 17辆车全挤在30公尺的道路里 整个山全部奔下来 下土石流已经超过两层楼高三层楼 前后夹供的土石流 所以车子大约越来越起 现在是真的三十几公尺的路 冰坡还不时有落石滑落 怪手卡在土堆里暂停作业 山崩发生在早上六点多 一百多人受困超过十二个小时 没粮食没饮用水等待救援中 也没有东西吃也没有东西喝 就朝地大家围着 用于想围着在上厕所就这么可可的 受困的包括罗东圣母医院 山地巡逻车 车上四名医护人员等共进百位民众 但由于土石不断崩落 今天晚上确定无法抢通 只能先确认无人受伤 在设法在不危险的情况下 度过这个夜晚 记者综合报道 好 这一回尼莎带来了豪雨 在台北市的内湖区康乐隧道口 发生了边坡土石 还有陆树崩塌滑落 双向封闭当中 由于现在刚好是选举期间 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 黄珊珊是在民众党议员参选 陈又成的陪同之下抵达了现场 同时黄珊珊也在联书发文 呼吁大家出门 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 至于民进党籍的参选 陈时中还有国民党的蒋万安 也都接连赶到现场关心 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取消了两项南部的 辅选行程前往勘灾 同时下令在今天上午的 八点钟之前 务必要抢通 好 不过这回大雨呢 也变成了所谓的 勘灾政治学了 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忙着到南投 帮民众党的小鸡们辅选 因此包含了苏贞昌 还有陈时中抓到了机会 直接开酸 柯文哲你应该待在台北市救灾吧 好 不过柯文哲老神在在 他说这个地方有副市长坐镇 他也全盘掌握状况 被外界嘲讽 拥有多重人设的陈时中 出席职牙联盟后援会 角色错乱 自己也回忆 陈时中对疫情指挥官的位置 还念念不忘吗 但他党买BNT疫苗 护航高端 民众也难忘 最新民调 蒋万安以39.3% 领先陈时中的34.5% 相差约4.8个百分点 而黄珊珊26.2%紧追在后 跟一周前的民调相比 蒋万安领先幅度明显增加 这也难怪柯文哲 帮小鸡站台会打出气宝牌 只是受台风外温环流影响 被台湾降下致灾性雨势 柯文哲仍在南投服选 被绿营逮到机会一阵猛K 希望每一个首长都能认识到 人民的生命财产 比选举的输赢重要 我们彭副市长还是坐镇台北 选战倒数 柯文哲率先打出气宝牌 蓝绿夹攻的代价 挑战刚开始 记者谢宏如王志涵台北采访报道